可以说是贵宾如云 那我们稍后再为大家一一做介绍 那我们随着嘉义市高架铁路工程的进行 期望而推动城市的均衡发展 那为了使都市缝合跟都市发展的计划更加周延 以及符合铁路沿线居民还有嘉义市民的需求 那都市发展处呢 特别在今年的6月到8月之间 举办了屁楼毕业搜宅田野调查工作坊 那令我们很感动的是 总共有30位在地居民还有返乡青年一同来参与 包括我们横娃里的创业长 有参加了 那有说真的 大家有看到刚刚照片 我们真的是无论在日晒雨淋当中 大家一起完成这个铁路沿线 长达10.9公里的资讯踏查跟会诊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做初步的分享还有交流 那呢在正式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填调的初步成果之前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 为嘉义市创作多首歌曲的音乐制作人 本名江亦元的叶真 还有她的团员其他首艾斯老师 特别要讲一下他们今天从哪里来 从那个东部来台东过来 特别从台东远道而来 为今天的活动献上祝福 因为依恩生他对嘉义的渊卷是很深的 我们这一首《作回来去世嘉义》 大家有听过吗 有可能等一个演奏的时候 应该走下去大家想说有听过了 那这首《作回来去世嘉义》就是依恩生他特别为嘉义創作的歌曲 那值得一提的是 刚刚进场的那个《雷劳的咖喱七》 跟这一首《作词人》同为是王永辉老师 那等一下建议大家可以搭配歌词来欣赏 那更能够感受到呢 歌词我们描绘嘉义特色的贴界 以及作者他们对嘉义浓厚的情感哦 好 那我们就掌声来欢迎依恩生 跟大首艾斯老师 市长 还有各位贵宾 厅长 还有各位县长 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早上从台东凌晨4点就开车过来 因为从台东没有早上直达的火车 所以 所以我们